大家好 我是GNZ48 TeamG的謝磊磊 其實倒沒什麼故事 因為我從開始拍戲之前 我就跟我們劇組的造型師說 哥哥等我殺青了之後 你幫我剪個短髮吧 因為我後面有一撮就是 壞死的頭髮 就是受損的頭髮 我就想把它剪掉 如果非要給這個上一個標籤的話 那就把它當作辭舊迎新吧 拍了將近三個月兩個半月 當然想念啊 因為在上海就是 基本上都沒有怎麼回來過廣州 也是大家也有 這麼長時間沒有看過我公演了 他們是很想我 當然相反的我也是非常想他們 就每次在劇組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會來打電話給我 問我什麼時候回家 但我都跟他們說過年過年 我跟他們聊天 一般都是聊日常比較多 因為我說拍戲的他們 他們可能也不是特別聽得懂 對 平常跟他們聊天都是會聊家裡的事情 比如說弟弟準備馬上考高中啊 然後新年快樂啊 給他們發一些紅包這樣 他們就是我從入這個團以來 就是一直都非常的支持我 對 所以現在他們也是非常的支持我 就是不管我做什麼決定也好 還是蠻感謝有這樣一個 爸爸媽媽在我身邊的 就做什麼事情都會覺得自己 都不是那麼害怕 因為家人畢竟是自己最堅強的後盾嘛 自從去年 就是因為去年實在是把自己逼得太緊了 然後自己不管從各方面也好 心態也好 都逼自己成長了許多 然後自從心態有了很大的轉變之後 就感覺不會有特別大的壓力 除非自己是某一件事 或者某一場戲 某一個舞蹈沒有演好 我會有小小的難過 但是對於外界來說 不管大家賦予我了什麼樣的標籤也好 然後還有拿到什麼樣的名字也好 都自己都挺不卑不亢的 所以對我來說壓力 就是沒有什麼 自勝法寶 我想一想 其實我一直蠻喜歡自己 優點也是缺點就是 不服嗎 我的手機 就是比較 執著 對於自己認定的東西 就是不管別人怎麼說 都會想要去做到 粉絲他們也喜歡我這一點 他們也覺得我其實很認真 就是做很多事情都蠻認真的 像平常跟大家聊天 就是人家說到一個可能會 是開玩笑這麼說 然後我就會把它當真了 就是大家會說我比較認真的 對 其實 制勝法寶 應該算是 每個人自己本身的性格特點 才是大家最喜歡的 對 演員跟小偶像的兩個勝販 其實這兩個勝販還差蠻多的 在現在的我看來 就是偶像它更多的是在舞台和生活上 給大家展示的東西 給大家展示的東西 但演員 演員一般來說 作品會比較多 對 一般演員都是靠作品 所以在這兩方面 我更喜歡於哪方面 我都喜歡 但是我一直以來 想要成為的人 就是演員 所以我會盡量的去往這方面走 但偶像舞台這方面 我也會好好的做好 這怎麼說呢 因為我是覺得 就是你自身如果足夠優秀的話 你不管離開了多久 你在舞台上依然是那個實力最強 然後最閃耀的 大家也依然會看得到你 對 我是這麼覺得的 所以 既然回來了 當然就要在舞台上好好的閃耀一把 讓大家 再繼續看到謝蕾蕾離開了兩個多月 依然沒有把唱歌舞蹈給落下 依然在舞台上 還是他們喜歡的那個謝蕾蕾 我比較喜歡現代戲 對 因為現代戲它會更加的生活化一點 然後古裝戲的話 她要學習非常多的禮儀 對 所以 拍了小夜群 然後還有拍了芸汐傳來說 我個人相對會比較喜歡現代戲一點 我拿角色來說 我可能會比較喜歡謝蕾蕾這個角色 因為她的角色 相對來說 比前兩個角色的豐滿度要更飽滿一些 她整個人物是有她自己這一生的故事 然後她自己的人物性格 以及做事方式 還有個人的心理動態 都是會比前兩個角色要更加的豐富一些 所以我比較喜歡這個角色 我覺得你肯定想像不到 到時候就出來了以後 你肯定想像不到是這樣的 對 因為她的三觀和性格方面跟我 確實有滿大差別的 然後她在平常生活中也是一個非常直接的女孩子 就是說話什麼都是那種很活潑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對 很多時候可能也不會特別考慮他人的感受 就會直接告訴她 對 然後還有就是她特別愛花錢 對 她為了去買那些名牌包啊 名牌衣服 她會不惜用自己的信用卡 就一直欠債 一直欠債 對 欠債很多債 我剛開始確實是有點不理解這個角色 她這個心理活動是什麼 因為之前是比較節儉一點的人嘛 然後自從結束了這個角色之後 我就嘗試著去辦了一個信用卡 我是真的辦了 人生中的第一張信用卡 然後結束 拍完結束了以後 我信用卡也確實欠下了很多債 對 我為了去理解這個人物 確實是逼著自己去花錢 未來想挑戰校園 我一直都非常想拍一部校園戲 萌衛特工 也算校園戲 但她更偏向於 更偏向於 奇幻 對 更偏向於奇幻一點 然後我是想拍更偏向生活一點的那種校園戲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看校園戲 就什麼校園類的電影啊 校園類的電視劇啊 我都很愛看 平常沒事就在看這種 因為會激化我的少女心 然後我看動漫也是喜歡看校園類的這種動漫 對 所以我會非常想去嘗試拍校園戲 如果說是角色需要的話 我是不會排斥的 嗯 2019 就希望自己能夠 往 演員 方面 更加 前進一步 喜歡的藝人前輩 我很喜歡周冬瑜還有張子儀 前輩 喜歡 那我要亮出我的手即可了 噔噔 這是我最近最喜歡的一個表情包 拍得到 做人最重要就是要 relax 還想嘗試長髮及腰吧 我好像出生到現在還沒有試過長髮及腰 為了 我一直都喜歡 我好 麻煩 我們 好 另外